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港湾 我妈改嫁,选择带走了我的双胞胎妹妹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 多年以来,对我不闻不问,弃之不顾 等到我功成名就,她又跳出来,大骂我是个不孝女 八岁那年,我爸在工地上出事,高空坠楼 还没等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没过多久,我妈拿走了工地给我爸的抚恤金,改嫁他人 临走时,她签下了放弃抚养我和同意把我过记他人的协议书 冷漠地把我推向住在乡下的奶奶 我妈对奶奶说,孩子奶奶,苏梅我带走了,苏我就交给你 你要是也照顾不了她,就把她随便过记送给别人养吧 我会好好栽培苏梅,以后有她给我养老送终就够了 放下话,她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妹妹,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刚没了爸爸,现在连妈妈也快要没了 当时的我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我红着眼睛,一路追了出去,在后面哭着喊她 妈妈,妈妈,可不可以别丢下我 我妈已经拉开了出租车的门把手,看见我牢牢地跟在她身后 一声声妈妈妈妈地喊她,难免动容 还没等我妈之声,容貌和我酷似的妹妹 拉了拉我妈的手,哭唧唧地开口 妈,要不让我留下吧 姐姐她学习成绩那么差,奶奶又没什么文化 让姐姐跟着奶奶,她这辈子就废了 我学习成绩好,兴许能好一些 妈,其实我也不想离开你 话音刚落,我妈原先的疑虑消失殆尽 一脸决绝地拉着我妹坐上出租车 苏默,以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妈吧 让奶奶给你重新找一个新的爸妈,好好过日子 是了,妹妹从小甜言蜜语 很是懂得以退为进,讨得妈妈的欢心 而我这个在妈妈眼里,成绩平平的大女儿 将来前途渺茫 就算被当作一个小宠物一样送人 也不会觉得可惜 选择妹妹,放弃我 在我妈看来,才是眼下一个最成功的投资 车子开动,我看见我妹拉下车窗 一边朝我挥手,一边满脸纯真无辜地道 妈妈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妈妈 姐姐,我只能对不住你了 我定定地站在远处,看着那辆出租车渐行渐远 最后消失不见 当时的我,多么渴望车子能够掉头回来 妈妈能够抱抱我 告诉我,其实她是没有办法的 她也想带我走,哪怕是骗一骗我也好 可是,什么都没有 车子没有再回来,我妈也没有再回头 直到天色彻底黑了,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奶奶家 当天晚上,我就发起低烧,嘴里迷迷糊糊地叫着妈妈 奶奶急得不行,拿手机给我妈打电话 号码拨过去,我妈的电话成了空号 奶奶没了办法,只能抱着我 用温毛巾不停地帮我擦拭全身 时不时地给我的嘴里灌一些温水 奶奶一夜没睡,直到天明 我才逐渐退烧 看着为我辛苦一夜的奶奶 我吸了吸鼻子,心里很不适滋味 奶奶,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害人精 所以妈妈也不喜欢我 宁愿要妹妹,也不要我 奶奶慈爱地抚了抚我的发顶 宽慰道,傻孩子,才不是这样呢 那是你妈妈眼光不行 我眼睛红了,问得小心翼翼 奶奶,你会不会也把我送人 天知道,那短短几秒 我的内心经过了怎样一场兵荒马乱 直到奶奶一字一句 坚定而认真地开口 不会,沐儿,以后奶奶疼你 在后来的日子里 母亲这个词在我的世界一片空白 我转学到了镇上的小学 奶奶靠着白天给别人做保姆 晚上点灯在家里做一些手工活 供我读书和生活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 但在生活上,奶奶对我细心体贴 我甚至过得比以前在自己家的日子 还要有幸福感 我也开始发愤学习 成绩一点点往上走 之前,我之所以成绩平平 是因为课余时间 苏梅在忙着上各种培训班 而我却不得不在家里洗碗 洗衣服 做各种家务活 苏梅晚上可以准时上床睡觉 而我却要陪着我妈出去摆烧烤摊 帮她洗菜 穿穿 端盘子 以至于睡眠不足的我 经常在上课时 精神不济 昏昏欲睡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彻底摆烂 这一切都源于我妈的偏心 明明两姐妹是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她却自小偏腾 苏梅多一点 我妈很迷信 她坚定地认为 孩子刚会说话时 开口第一句喊的是妈妈 那以后孩子就会更孝顺妈妈 更亲近妈妈 也更聪明 不巧的是 我开口第一声喊的是爸爸 苏梅喊的是妈妈 从那个时候起 我妈的关注点就开始偏向了苏梅 苏梅也确实不负她所望 能言善道 学习成绩也稳定处于中上游 在苏梅的衬托下 我变成了一个斤斤计较 小肚鸡肠的不懂事姐姐 印象里 很深刻的一段记忆 那天我妈出门后 苏梅又钻进了我妈的房间 她经常这样 趁着我妈不在 偷偷佩戴我妈的首饰 用我妈的化妆品 我也没有在意 只当是平常 直到几天后 我妈发现首饰盒里的翡翠玉镯 断裂成了两半 我妈炸了 歇斯底里的冲进我和苏梅的房间 是谁进了我的房间 把我的玉镯摔碎的 我知道那个玉镯 我妈一直很是真是 据说那是老外婆传给我外婆的 我外婆后来又传给了我妈 苏梅进过我妈房间 我下意识地看向她 还没等我开口 苏梅拿来搓衣板 跪在地上 一脸诚恳地道 妈 对不起 是姐姐不小心摔碎的 她让我替她隐瞒 所以我才没告诉您 妈 你也别怪姐姐 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不是故意的 苏梅 你胡说 明明是你偷偷进了妈妈的房 我的话才说了一半 就被一道响亮的耳光声截断 我能感觉到 当时我的脸颊 一定在秒速地红肿起来 又辣又烫 捂着脸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妈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我偏偏就那么倔强 不让眼泪掉出来 我妈气红了脸 脱口而出地骂道 苏梅 你懂点事吧 你妹妹都知道帮你开解 你呢 一个做姐姐的人 就知道往妹妹身上泼脏水 你也不小了 要点脸吗 我说了 我没有做过 妈 难道 我不是你的女儿吗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点点吗 我咬牙吼道 脸上痛 心里更痛 心里更痛 更委屈 眼前的人是我的亲妈呀 为什么都是她的女儿 她可以这样差别对待 苏梅依然楚楚可怜地跪在那里 眼睛里蓄了泪 妈 你消消气 就当是我做的吧 你都怪我好了 别生姐姐的气了 顿了顿 她仰起头看向我 貌似在好言相劝 姐 你就别惹妈生气了 爸爸在外面工作忙 妈妈一个人辛辛苦苦 带大我们俩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轻吃了一声 妈妈是辛苦 所以我就要替你背锅吗 明明就是你做的错事 你说出这样的话 不心虚吗 够了 有你这样做姐姐的吗 比起你 我更相信苏梅的话 我妈一句话 像是下达了最后的判决 无论我怎么说 她都更愿意相信苏梅 她把苏梅从地上扶起来 指着那块搓衣板 朝我命令道 苏梅 今晚你别睡了 跪在这里 好好反省一下 知道解释无用 我也懒得再多费唇舌 我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妈看了 大概更来气了 蛮力地压着我的肩膀 把我摁在搓衣板上跪着 小孩子的力量 在大人面前 不堪一击 我没让你起来 你不准起来 苏梅 你替我盯着你姐 丢下话 我妈扬长而去 苏梅幸灾乐祸地耸耸间 朝着我妈的背影喊 妈 我会再劝一劝姐姐的 她知道错了 那天晚上 我真的就跪在地上 跪了一夜 诸如这样的记忆 还有很多 又比如分苹果 每次苏梅都会状四大方地 把又大又好的苹果让给我 选一个小苹果留给自己 我妈看见了 回回都夸苏梅懂事大方 但最后的结局 往往都是大苹果归苏梅 小苹果归我 这些小伎俩 我不是不会 只是不屑去做 或许 我当初学苏梅 伪装得绿茶一点 我妈也会偏爱我一点 但那是我的亲妈呀 在亲妈面前 也要伪装 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 那这样的爱 不要也罢 十六岁那年 我以优异的成绩 顺利考上了城里的重点高中 奶奶也陪着我 从乡下住到了城里 出路用通知的那天 我欢天喜地地抱着奶奶 奶奶 我现在是重点高中 等我以后考上大学了 我就可以自己挣钱 那个时候 你就等着 跟我想轻浮吧 奶奶听了 笑得合不拢嘴 我以为我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可大概老天爷 偏偏喜欢作弄我 在我平坦顺遂的时候 他总喜欢随手给我一些 猝不及防的意外 奶奶去给城里的雇主家 坐保姆的路上 被一辆摩托车撞伤 脊椎严重性鼓裂 人已经被送去了医院 我们家没有其他大人 奶奶只有我 我也只有奶奶 老师过来通知我的时候 我还在上晚自习 捂着嘴从教室里出来 等出了校门 我才敢大声哭出来 玩命似的跑向医院 我当时真的怕急了 害怕小时候 我爸的那次意外 会再次我的人生重演 我好害怕老天爷 在夺走了我爸爸之后 现在又要把我奶奶夺走 等我赶到医院 才知道撞伤我奶奶的摩托车 司机逃逸了 那个时候 路上的监控摄像并不完善 根本没有拍到司机 我奶奶做工的那户雇主 知道我奶奶要做手术 也不愿意为奶奶负责 丢给我奶奶两百元 人已经走了 莫儿 奶奶没事 你去叫个车 我们回家 奶奶不用做手术 奶奶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勉强撑起笑容 我眼泪瞬间就往下掉 拼命地摇头 其实我清楚地知道 这些年家里的条件 有多局促 奶奶给别人做保姆 工资仅够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从乡下搬到城里 几乎花尽了奶奶的存款 两万块的手术费 对于别人家来说 或许是轻而易举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却像是千斤重担 我也不记得 那天晚上 我到底给多少人 磕了多少个头 我找遍了护士 医生 甚至医院的院长 求他们通融一下 先给我奶奶手术 医院不是开慈善的机构 院长只答应 先给我奶奶保守的药物治疗 让我赶紧回家筹钱 也是这一次 我见到了久违的我妈 我打了好多通电话 才从一个和我妈关系不错的阿姨那里 得到了我妈的电话和地址 多可笑啊 亲生女儿想要找自己的妈妈 还要从别的人那里打听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接通后 我才告诉她 我是苏默 电话就挂断了 她是有多讨厌我 大概知道我找她准没有好事吧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 我也不想找她 但眼下 我真的无计可施 连夜坐了长途汽车 我在第二天清晨赶到了 我妈现在的住址 敲开门时 是苏梅开的门 八年不见 她出落得亭亭玉立 每一根头发丝 都像是被精心地打理过 有黑又直的长发 用粉色的发卡别着 玉贴地散在肩膀上 穿着一身洁白干净的连衣裙 漂亮的小羊皮鞋 而此刻的我 蓝白色校服 普通倒不能在普通的马尾边 坐了一夜的车 整个人凌乱又狼狈 半晌 她像是才认出我 顶着那张 和我容貌相似的脸庞 惊讶地道 你是苏默 有事吗 两相对比 我显得十分窘迫 但我已经固步地其他了 只能急切地开口 奶奶被车撞伤了 需要做手术 我没有钱 我想 你想要钱 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苏梅一脸冷漠地打断了我 那也是你的奶奶 是爸爸的亲妈 苏梅 你忘记了 小时候 奶奶也抱过你 疼过你 我忍不住 朝着她吼 苏梅无动于衷 回头朝屋里喊 妈 苏默来 找你要钱了 我妈刚起床 从卧室里探出一个头来 懒懒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钱 你爸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你奶奶和我 可没有一毛钱关系 在我妈带着苏梅 刚走的头两年 我经常做梦梦到她 在梦里 我无数次地问她 妈妈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为什么 你要选择苏梅 放弃我 妈妈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喜欢我 讨厌我 妈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梦里的妈妈 每一次都没有回答我 我就一直追着她的背影 不知疲惫地跑啊跑 直到从梦里惊醒 我的枕头已经湿透了 年头久了 我梦到她的次数少了 有时候甚至会忘记 在这个世界 我还有个妈妈 思绪收回 我深吸了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看向我妈 就算奶奶和你没有关系了 那当年我爸那笔抚恤金 我和奶奶总是有份的 你是不是该还回来一部分 抚养你妹妹 不用花钱啊 那笔抚恤金 我早就花光了 你赶紧滚吧 大早上的 静天晦气 我妈给苏梅使了眼色 房门在下一刻 砰地关上 奶奶现在真的需要 这笔钱做手术费 就当我借你的好不好 两万块 我只要两万块 以后我一定还你 我站在门外 用力地拍门 可无论我怎么拍门 怎么央求 他们都没有回应我 苏梅 奶奶也是你的奶奶 奶奶也是你的亲人啊 妈 算我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 好不好 你帮帮我 如果不是没有其他办法 我真的不会来 打扰你们 求你们了 我一边哭 一边跪在门外 不停地向屋里的人磕头 到最后 我也没有打动 我妈和苏梅的铁石心肠 我妈叫来物业的保安 声称 我在骚扰他们 要把我赶走 隔着房门 听着里面传来 我妈刻薄的话 我彻底死心了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妈了 再见 再也不见 坐上回程的长途汽车 我内心绝望 甚至想过很多极端的办法去搞钱 书肯定是读不了了 赶到医院时 我却听医生说 有人给我奶奶交了手术费和住院费 奶奶人已经在手术室了 我匆匆跑过去 手术室外的长椅上 正坐着一道纤细的身影 穿着和我同款的蓝白色校服 我走过去时 椅子上的女孩转过头来 那张脸我认识 是我们班的艺术生 林夏 她朝我眨了眨眼 别太感激我 我昨天闹肚子路过医院 看你在那里 求爷爷告奶奶的 真的怕你会哭晕过去 所以举手之劳 她口里的举手之劳 是帮我奶奶 垫了两万多的手术费 一个不太有交集的同学 在这种时候 都愿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而我的亲妈 第一反应是让我滚 赶我走 谢谢你 林夏 千言万语如梗在喉 这份大人情 我欠林夏了 所以 在后来 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林夏 我也永远站林夏 手术之后 奶奶康复出院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奶奶暂时没有办法 出去做工 我和奶奶的日子过得 又拮据又紧巴 还好那时候 有林夏帮忙 我每次不好意思地推剧 她总是一笑置之 你成绩比我好 我差生一个 反正摆烂了 以后你打工挣钱养我 也是在那段时间 我和林夏混成了好闺蜜 她爸妈去年离婚了 两边都不想管她 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一个人住校过活 虽然父母离异 但她并不缺钱 她只是缺爱 林夏的学习确实不好 我经常给她补课 督促她上进 但她总是一脸无所谓 补课的时候 她也学不进去 老师不喜欢她 让我也离这种 差生远一点 免得被带坏了 一向好学生的我 第一次违背了 老师的要求 毫不犹豫地拒绝 老师 我和林夏是最好的朋友 高中三年 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名列前茅 林夏的成绩也很稳定 永远地掉车尾 老师索性把她 发配到了班上的 最后一排 以后要是考不上大学 我就捡垃圾去 林夏并不在意 开玩笑地自嘲 即使林夏听不进去 我还是坚持 耐心地给她补课 高考前夕 林夏因为在寝室玩手机 被班主任抓包 劈头盖脸地骂她 天天抱着手机玩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林夏不以为然 和老师大吵一架后 从学校扬长而去 她放弃了参加高考 最后连高中同学的散伙饭 也没有来参加 有同学劝我 苏默 林夏那种不学无术的差声 你每天和她混在一起 不会有好结果的 就是 她还敢和老师吵架 我就没见过这么猖狂的学生 以后我们再上大学了 她还不知道在哪里捡垃圾呢 几个同学 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我当即摔了筷子 货地从位子上离席 难怪林夏不愿意来 那是因为你们的嘴巴太臭了 我都快被你们熏死了 下次你们出门 记得先竖口再说话 从同学聚会出来之后 我在学校附近的宾馆 找到了林夏 她抱着手机 躺在沙发上 一副懒散的模样 夏夏 你没参加高考 以后准备做什么 我在学校门口 打包了她喜欢吃的烤鸡腿 递到她面前 林夏耸了耸肩 嘴角扯出几分落魄的笑 我爸妈已经很久 没给我钱了 就算我考上了 他们也不会供我读的 所以没所谓了 其实我很理解她 她表面看似潇洒 心里一定很难受 那种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我小时候经历过一次 感同身受 我给了她一个拥抱 什么也没说 林夏 以前是你帮助我 以后换我来守护你 从宾馆退房后 我陪林夏去学校宿舍 打包了衣物和课本 把她带回了 我和奶奶租的房子 以后这里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我奶奶也是你的奶奶 好不好 好啊 林夏笑得大大咧咧 奶奶特意去买了菜 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吃饭时 林夏在饭桌上提出了她的想法 我准备做短视频 林夏是舞蹈生 脸长得好 身材又高挑 擅长唱跳 她打算做个视频号 拍摄一些她跳舞的视频 养号证广告费和直播收益 反正高考也结束了 现在等成绩中 既然好闺蜜想做 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和加入了 一旁的奶奶听了我们的计划以后 可可爱爱地举起小手手 支持到需要老太太的角色不 加我一个 我和林夏差点笑出声 林夏发了我好几个大V号 让我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视频 我发现他们这种视频 大多数都是有脚本的 有些有特色和贴近日常 家庭生活的短视频 很受粉丝们的喜欢 林夏开了个视频号 我、林夏、奶奶作为主演 同时我还负责内容策划 一个60岁奶奶和两个18岁孙女的跳舞 日常视频号 开始有声有色地连载起来 粉丝数每日小量增加 一个月后 我被当地的重点大学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 我和林夏的视频忽然在某音上火了 粉丝量暴涨 广告订单铺天盖地的找上门 连着那么几天 只要打开某音号 就能刷到我们的视频号 连上次同学聚会 劝我远离林夏的那几个同学 那几天把我和林夏的电话都打爆了 想在我们的视频号里 客串一个角色 林夏里都拦理他们 把他们的电话通通拉黑了 开学以后 我有点忙不过来了 和林夏组了一个短视频的小团队 开启了工作室 我们请了专门的人做拍摄 以及后期剪辑 不过内容策划上 还是由我把控 一个视频号不够 我们又开了第二个视频号 毫不夸张地讲 那段时间 我们数钞票 数到手软 直到一个不速之刻出现 我妈领着我的双胞胎妹妹登门造访 一见到我 我妈热情地迎了上来 莫儿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出息了 我看见你们那个视频号了 在网上好火 出于礼貌和素质 我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 姐 妈和你说话 你怎么不吱声呢 见我态度冷冰冰 苏眉扁其嘴埋怨 你们开门见山吧 我不想和他们废话 莫儿 你现在赚这么多钱 不能只想着自己花呀 妈妈和妹妹也是你的亲人 你不得让我们也跟着你 一起享受享受 我妈的嘴角挤出笑容 是啊 姐 我也考上大学了 妈和叔叔离婚好几年了 手头也不宽裕 你资助我一点呗 苏眉帮腔道 资助多少 我淡淡地问 苏眉和我妈对视一眼 两人的眼中是明晃晃的算计 当然是越多越好 先来个五十万吧 我简直气笑了 这么一个打扮漂漂亮亮的女孩子 怎么说出的话 能那么厚颜无耻呢 还没等我开口反驳 林夏从后面抄起扫帚 用力地往外扫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让一让 我扫地呢 这儿什么胃呀 可太脏了 林夏表面上装模作样地扫灰尘 实际上毫不客气地直接把两人扫地出门了 我妈和苏眉被关在门外 碰了一鼻子灰 自然不肯罢休 姐 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从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你这样对妈 就是不笑 苏眉大力地拍门 在外面嚷嚷 你所谓的有良心 就是把我当作提款机 五十万 也亏你说得出口 你这么孝顺 你怎么不拿五十万孝敬 孝敬你妈妈 我实在是忍不住想喷她 苏眉 你那个视频号 我找人计算过了 你的广告收益远超过五十万 我都没管你要多的 我妈在门外喊 就是 你赚那么多钱 区区五十万 都不肯给 姐 你也太小气了吧 两母女你一言我一句地 在外面指责我 我懒得理她们 她们反而变本加厉 站在门外 骂骂咧咧起来 诸如骂我是个不孝女 狼心狗肺 虽然我早就不在乎 什么母爱和姐妹情谊了 可这样难听的话语 落入耳朵里 还是够诸心的 林夏从厨房端来切好的哈密瓜 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消消气 吃点哈密瓜 你就当外面是两只鸟 唧唧喳喳吵死人 我瞬间被林夏逗笑 还好奶奶今天下乡去了 不然肯定也会被这对母女气得不轻 最近有个古偶剧挺火的 那个男主角好帅 要是他是我老公就好了 林夏开了电视机 把音量调到最大 彻底屏蔽了门外的噪音 我俩索性一边看电视 一边在沙发上个悠躺 一集连续剧看完 门外的叫骂声 已经掩齐息鼓了 阿姨 你们可真有耐心 还没走呢 林夏透过猫眼看出去 两母女正被靠背坐在门口 累得大喘气 苏梅听到声音 满血复活地站了起来 姐 我是你的亲妹妹 妈也是你的亲妈 这大热天的 你为了区区五十万 你就把我们往外赶 你好狠的心 我妈坐在地上 一脸愤懑 苏默 当初我带走你妹妹的决定 就是对的 打小启 我看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种 所以我当初要妹妹 不要你 阿姨 你脸皮可真厚 你当初既然不要苏默了 现在还来这里装什么母女情深 苏默只是一个你不要的女儿 你这么想要钱 就找你另外一个好女儿要吧 林夏没好气地回怼 我妈一时 哑然 半赏才出生 苏默 这五十万 你今天真的不肯给吗 你们走吧 我不是冤大头 也不是你们的提款机 我对两人下了逐客令 我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 苏默 你等着 你这么没良心 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 放下话 我妈和苏梅走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 没把我妈的狠话放在心上 可我到底还是低估了 她俩的坐腰程度 一个月后 网上一个叫做小草君本尊的账号 粉丝量暴涨 视频的主角 正是和我容貌酷似的苏梅 她楚楚可怜地抹着眼泪 控诉她才是我和林下视频号中的我 小草君正是我在视频号里的化名 我和苏梅是同卵双胞胎 容貌上能有八九分相似 通过化妆和穿搭模仿 如果不是在特别熟悉亲近的人面前 确实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某三人团体为了利益 把我踢出局 甚至不要脸地找了薪资 比我便宜的双胞胎姐姐 假冒我在视频号里出镜 蹭着我们的视频号热度 她的粉丝量直线上升 她的每一条视频 都是她哭得梨花带雨 满脸委屈的画面 从小到大 她大概已经把妆柔弱 半可怜的演技练就得炉火纯青了 如果我不是小草君当事人 大概也要被她这鳄鱼的眼泪打动了 除了她 我妈也在其中的几条视频里出镜了 她们两姐妹都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双胞胎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我的大女儿真是不孝顺 别人欺负她妹妹 她不帮忙也就算了 甚至助纣为虐 落井下石去帮坏人欺负妹妹 我妈义愤填膺地对着镜头 申诉我的恶劣 她拿出了我和苏美小时候的合照 指给粉丝们看 诺 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 姐姐打小就学习成绩差 性格孤僻 我一直不喜欢她 但我没想到 她会帮着外人 欺负自家妹妹 我从小就不受我妈喜欢 又经历了上次 我妈一顿叫骂的洗礼 线下看到她在视频里 对我的污蔑 我反而坦然了 反倒是林夏 看完视频 她不淡定了 气得想把手机砸了 我连忙去拦 夏宝儿 你砸的可是我们自己的手机 为了这种不实的诋毁 不值得让我们自己人肉疼 林夏黑着脸 气得不行 他们可真能颠倒黑白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的视频号 已经被黑粉多次举报了 粉丝量都掉了好几万 我登录了我们的视频账号 私信和评论里骂声一片 我关注你们很久了 本来很喜欢你们的视频 原来你们的人设都是装的 恶心的团队 狡兔死 走狗烹 为了一点钱 妈妈和妹妹都不认了 这还是人吗 你没看见你妹妹都伤心成啥样了 人渣 甚至还有许多更难听的话 连同我们的工作室 今天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全部是热心的网友 专门为了小草君本尊来打爆不平的 我让工作室的同事近期把电话线拔了 抖音号上的私信和评论都别看了 眼不见为净 当天晚上 林夏陪着我一起在视频号上直播出镜 解释我本人才是小草君 某小号不过是为了蹭热度 拨眼球 网友已经先入为主地相信了苏梅和我妈的视频号 我们的直播解释一出 依旧是骂声连连 骗子 你们想把我们网友当傻子呢 找个假货 就想取代小草君 我们才不买账 拉黑 举报一条龙 关了直播 我接到了苏梅的电话 隔着话筒 我也能听出他语气里的得意 苏梅 这下后悔了吧 我和妈靠着这波流量 这五十万 我们自己来挣 不过 你要是愿意离开林夏的视频号 过来给我们做策划 念在姐妹一场的份上 我可以考虑考虑 给你开个高薪 滚蛋 我毫不客气地挂了电话 假的永远是假的 他不是真正的小草君 光靠枯戏伯同情 没有真材实学的内容策划 没有灵魂的视频号 根本走不长远 趁着这段时间 我给一直处于紧张工作状态的工作室 同事放了长假 我也向学校请了两周的假期 带着奶奶和林夏一起结伴出去旅游 之前风景秀丽的彩云之南 林夏早就神亡已久 只是工作室太忙碌 一直抽不得时间 眼下正好 我们可以不想任何工作 尽情地去放松和享受 晚上 我和林夏坐在民宿的露台上 望着对面的尔海发呆 海风一阵阵吹来 毫不惬意 默默 你是不是在憋着什么大计划 我们的视频号 现在可是被网友骂死了 林夏退出视频号 唉声叹气 夏宝 都让你最近别登我们的号了 我一脸淡定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林夏狐疑地眯起眼睛 转头看向我 本来我有点担心的 但上次苏梅给我打了那通电话 我就想通了 梅底气的是他们 你等着看吧 我伸手将林夏的小脸 重新转向海面 提醒他 出来玩 就先好好享受风景吧 两周后 我们玩也玩够了 我才重新登录了视频账号 私信里的无脑骂评 少了很多 偶尔还会出现几条 对小草军本尊账号的吐槽 那个小草军的视频 一直在模仿 你们早期的视频 没有任何创新和新情节 好难看 你们什么时候 回来更新视频呢 小草军不是你们的策划吗 为什么他的账号 除了库以外 就没别的了 有趣的内容 台词呢 我有点怀疑 那个小草军本尊才是假货 我特地去看了一眼 小草军本尊的视频号 除了开始那几条 博同情的枯戏视频以外 新更新的几期视频 都是反响平平 负评很多 现在 是时候该好好工作了 我打了电话通知 工作室的同事收假 我们的视频号 恢复了更新 脚本是我在云城的时候 没事抽空写的 主角依旧是我 林夏 奶奶 视频一出 好评如潮 哇 我最爱看的视频号 终于回归了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三人组 我最喜欢视频里的奶奶 太太太可爱了 这才是小草军的策划水平 那个小草军本尊的账号 到底是什么垃圾在假扮的 原本这件事 我让林夏别告诉奶奶 免得让老太太不开心 但是我们这点小心思 哪里躲得过老太太的法眼 今晚的视频 奶奶特意在彩蛋里 加了一段台词 假货 还不速速现行 我们在视频号发布了 许多以往制作视频的工作花絮 镜头里 我和林夏为了工作室选址 四处奔波 还有 我和林夏对着电脑 熬夜讨论视频的脚本 我和林夏一起庆祝生日 旅游的友情日常照片 好多照片 还是奶奶给我们拍的 视频配的文字 别污蔑我和夏宝的友情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我们又一连 出了几期视频 粉丝热度直线飙升 有几条视频 快速上了某音号的热门榜 还是那个位 这就是之前的三人组 小草君本尊才是假冒伪劣 我居然被小草君的哭唧唧欺骗了 是我瞎了眼 这一回 小草君本尊的账号粉丝 都快掉光了 新出的视频 除了几条骂评 毫无人气 不解释 认真的更新视频 或许也是一种自证清白的好方法 只不过有些人并不长教训 没有消停几天 又开始在视频号上卖惨 一周后 小草君本尊的账号更新了一条新视频 我妈面容憔悴 虚弱地躺在床上 各位粉丝朋友 对不起 之前让我小女儿自称是小草君 是我迫于无奈 才出此下策 我得了重病 急需一笔医药费 可我的大女儿是个不孝女 一分钱都不给我出 我只能让二女儿出来挣钱 我妈一边说 一边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 早知道我的大女儿长大后 会这样没良心 在她刚出生的时候 我就该掐死她 旁边的苏眉红着眼眶 对着镜头流下两行眼泪 姐 你可以厌恶我 不理我 但我们的妈妈 你不能不管 不能不孝顺她呀 你和林夏有情长存 那你的亲情 你就可以弃之不顾吗 顿了顿 她又继续控诉道 难道是因为林夏 帮你挣了大笔的钱 而妈妈没有钱 现在还得了病 要来拖累你 你就不要她了吗 你的策划能力就算再强 若你不笑 也是枉为人 看完视频 奶奶叹气地摇了摇头 没心意 每次的主题都是卖惨 苏眉算是被你妈妈养肺了 我和林夏忍俊不禁 小草君本尊的账号 之前已经透支了一次粉丝们的信任 这次的卖惨 粉丝们大多持中立态度 两边都没有站 只不过还是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路人粉 在我们的评论里 大量发差评 你能力再强有什么用 不孝顺父母 那就不配做人 连亲妈都不认 你有亲情吗 小心以后 你孩子长大 也这样对你 你妈都病成那样了 你给她一点钱 怎么了 早就被我妈练就出来了一身的铜墙铁壁 现在这些诋毁的话 对我来说 已经构成不了任何伤害和影响了 没有急于解释 任由我妈和苏眉在网络上蹦跋了几天 我才慢悠悠地出了一条新视频 对小草军本尊账号的回应 抱歉了 这几天又让粉丝们看了一场闹剧笑话 第一 关于小草军账号指责我不笑 我想问秦女士 您是不是记性不好 十年前 你签下了把我过记他人的协议书 是你抛弃了你的亲生女儿 我将当年我妈签下的放弃抚养我和同意把我过记他人的协议书 在镜头前放大 落款正是我妈的名字 十年前的事情 您忘记了 那两年前 奶奶车祸住院 需要手术费 我在你门前磕头求你 想要你借钱 你让保安把我强制赶走 还记得吗 需不需要我找出当年那几位保安 让他们来作证 告诉大家 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女儿 到底可以多无情 第二 关于秦女士自称重病 急需一笔医药费 张口就像一个抛弃多年的女儿 索要五十万 这是我请人帮我调查的资料 秦女士因为是赌成性 在外面欠了巨额的赌债 她要的不是医药费 而是一个帮她还钱的提款机 这些天 我没有更新视频 并不是完全在摆烂 而是偷偷请朋友帮我做了调查 这一查 轻而易举地查出了惊喜 这位秦女士很厉害 自从几年前离婚后 迷上了赌钱 力滚力到现在 债务的血球 早已经变成了一个 她还不清的数字 现在 我真是感谢她当年的抛弃之恩 我又在视频里爆出了几张 我妈欠下的高额债务欠款单据 上面清晰地签着她的名字 并且有她的指印 第三 至于苏梅 你指责我不笑 那你又有多孝顺 你对你的亲奶奶 尽过孝吗 奶奶当初车祸住院 哪怕你不出一分钱 你关心过一句 狼来了的故事 听过吧 别把粉丝们当傻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 回应小草君 本尊这个视频号 以后不会再做回复 一切真相大白 我和林夏又开始 按部就班的更新视频 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而小草君本尊的账号就惨了 粉丝们连续被骗两次 大规模向平台实名举报 这个账号被平台永远封禁了 我妈和苏梅 后来又不死心地 注册了几个小号 想继续卖惨 但是再也没有粉丝们 愿意相信他们了 每出一个新的账户 粉丝们就举报一次 在网络上 我妈没了办法 和苏梅又到我的工作室 闹了两回 都被我奶奶霸气地赶走了 第一回 苏梅表面哭着向奶奶装柔弱 实际想向奶奶要钱 奶奶虚弱地往我怀里一道 口里嚷嚷这里不舒服 那里难受 要苏梅出点医药费 孝顺老人家 第二回 我妈对着奶奶泼腹骂街 奶奶演技绝佳地挤出眼泪 坐在地上 往外面大喊 儿媳妇打老婆婆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不活了 快报警 让民警来平平里 对待这种厚颜无耻的人 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 只要我奶奶在这里 他们讨不到便宜 不敢再上门 我们的视频号 重新走上了正轨 工作室团队 又新增了几个同事 晚上 我把公司银行卡上 美丽的数字金额 递给林夏过目 夏宝 我给你报了复读班 这次 你可没有借口了 好好学习 一定要参加高考 林夏仰天想哭 莫 我真的谢谢你了 嗨嗨 作为工作室的大老板 我可不接受 你只有高中文凭 所以 明天就回学校吧 书包 课本 学习用品全部备齐 我都已经帮他打包好了 莫 你认真的呀 我可是视频号的灵魂 我去学习了 粉丝们不看视频了 咋办 林夏委屈地拉我的衣袖 前两天 我在粉丝群做了调查 咱们家80%以上的粉丝 最爱的 都是奶奶的戏份 亲亲 但是这边 还是建议你一次考过 不要多次复读 第二天 我和奶奶亲自送林夏 去了学校复读 没有参加高考 一直是林夏的一个遗憾 她没有说过 但我懂 其实林夏的学习基础很好 以前学习成绩差 使她摆烂不想听 现在开始认真学了 成绩进步得很快 一年后 她以一考生的身份 顺利考入了和我同一所大学 我成了她的学姐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林夏拉着我去酒吧喝酒 喝醉了的她 抱着我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莫 我真的好想好想上大学 每次周末陪你回大学 我都在心里羡慕死了 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她吸了吸鼻子 当初连我爸妈都放弃我了 只有你一直没有放弃我 复读这一年 好几次我都想放弃 如果不是你一直鼓励我 督促我 我可能真的又要像以前那样 再一次半途而废了 我大概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吧 才让我认识你 有你这个好闺蜜 我回报住她 我也是 何其有幸 今生有你 这个闺蜜 我也是 就试图了 我也是 你干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